今天教大家做一道翡翠如意卷的做法 学会了在家你也是大厨 第一步准备100克的菠菜 用清水给它清洗干净 做这道菜菠菜的根部我们是不需要的 把洗干净的菠菜叶放入原浆机里榨成汁 菠菜汁我们在打的过程中 可以加入200克的纯净水进去 给打好的菠菜汁先倒入一个干净的碗中 再打入两个鸡蛋 有条件一点的朋友 也可以用土鸡蛋来代替 再放入50克的面粉 30克的土豆淀粉 1克的盐 用筷子给里面的调料和面粉 鸡蛋一起搅拌均匀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碗中的这个稠度 不要调得太稠 调得太稠啊 摊出来的饼就会太厚 再准备一个蜜肉 给里面的渣子过滤一遍 这样摊出来的翡翠蛋饼啊 看上去才会更加的细腻 接下来准备一个平底锅 放入调好的糊 摊一个饼出来 一张大约啊 咬个60克的糊 饼不需要摊得太厚 摊饼的过程中 电池饼的温度不要调得太高 不然容易糊底 大家可以看一下 颜色已经开始慢慢的发生变化了 这个时候已经熟了 颜色看上去非常的漂亮 一份需要摊四个 摊好的粉碎品 先放入一个干净的碗中杯哟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根洗干净的黄瓜 用爆皮刀去皮 去好皮的黄瓜 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丝 切好的黄瓜丝 先放入一个干净的碗中杯哟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八根蟹柳 倒入一个干净的碗中 给蟹柳放入蒸锅中 盖上锅盖 蒸制八分钟 八分钟已经到了 现在我们给蒸熟的蟹柳 拿出来放一旁冷凉 再给冷凉的蟹柳 用手给它撕成丝 撕好的蟹柳丝 先放入一个干净的碗中杯哟 再准备一包超市里面买来的肉松 放入一个干净的碗中杯哟 接下来我们开始包肥脆卷 给饼的底部对上 再给提前切好的黄瓜丝 摆在上面 再摆入提前撕好的蟹柳丝 喜欢吃蟹柳丝的朋友 也可以多放一点 挤上少许的沙拉酱 再摆上提前准备好的肉松 再用手给它卷起来 卷的过程中 大家一定要卷的紧一点 这样切出来的造型 才会更加的有立体感 再挤上少许的沙拉酱封口 一份卷个四根就够了 接下来开始改刀 给翡翠卷切成五公分的长端 给大家看一下 颜色看上去非常的漂亮 也非常的有食欲 一道好看又好吃的翡翠如意卷就做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